隔空减脂 隔空减脂其實它最適合是做在局部脂肪堆積的地方 簡單講就是我們如果皮下脂肪捏起來有一個一定的厚度 而且這個脂肪它是比較屬於比較鬆軟這種型的話 它会很适合做隔空减脂 那哪些脂肪不适合呢 如果说是内脏脂肪 例如说它是在腹腔以内的 这个就比较不适合隔空减脂 或者是说呢 如果你的这个局部脂肪呢 非常的硬 那通常代表就是它淋巴循环很不好 或者是说呢 它的脂肪捏起来非常的薄 这种通常就比较不会建议 去做隔空减脂 通常就是淋巴循环不好的 这种的话通常我们会建议 你先做改善淋巴循环 局部循环好一点 我们再来做隔空减脂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